众所周知,赛文21是奈欧斯的搭档 也是少数可以眨动眼睛的奥特曼 虽然登场次数不多 但每次都可以在奈欧斯危险之际给予他最大的帮助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红族战士的表现吧 塞文21的名字含义,想必小伙伴们都知道 顾名思义,他是21世纪为纪念赛文而诞生的奥特战士 所以就如此草率地起名为赛文21 不过与赛文不同的是 赛文21是一名光之国武官 他隶属于宇宙警备队麾下的宇宙保安厅 但看着光之国多次被偷家的经历 让我不禁感慨赛文21竟然没有失业 既然是致敬赛文的奥特曼 那赛文21就缺少不了一些企业的代表特征 比如六边形的双眼 胸口以及双肩的能量甲板 头部的光束灯以及战斗所用的投标 赛文21目前并没有显露出变身道具 他会依靠自己的意念发出光芒进行变身 而且变身特效也和赛文相类似 除了这里的特工肖恩赛文21还以白衣少女 电视台编导以及与佐美博士等人类形象 堪称奥特系列中的小七十二变 与奈欧斯的战斗相比 赛文21更擅长近身的肉搏格斗 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与萨姆星人战斗的时刻 因为自己的身份被赛文21识破 萨姆星人便当即向赛文21发起攻击 在躲过一发攻势后 两人展开了近身搏斗 虽然眼前的萨姆星人变成了女博士的样貌 但是赛文21也并没有因此手下留情 在将对手甩飞之后 赛文21帮助元气拿回了闪光棱 除了战斗以外 赛文21的作战分析能力也是极强的 就在队长被困于怪兽体内之时 元气想要变身奈欧斯拯救队长 不过被及时出场的赛文21揽下 他转头向怪兽射出一道光线 结果无法对其造成一丝伤害 这样做的目的便是告诉元气 凡事都要冷静行事 而在银河格斗第三季中 更是展现了强悍的作战能力 在安杜鲁美洛斯率领赴奥联盟进入王国后 赛文21便与安杜鲁美洛斯遇到了勇者替他 就这样在导演剧本的安排下 三位投标使用者的战斗正式拉开了序幕 不过这一战中赛文21并未拿下自己的投标作战 在阿斯特拉夏达撤退命令后 他与美洛斯二人也趁机释放光线离开了战场 赛文21虽然是致敬赛文的奥特战士 不过他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希望赛文21以后可以多多加强对光之国的安保重视 相信在之后的剧情中会再给这位21世纪的赛文一些表现的机会